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鲁金鸿台长 鲁金鸿台长 我是帮我朋友问世 这个小孩子 2006年属狗 男的八岁 不会说话 不会走路 讲下去啊 几几年啊 2006年 狗 他大麻烦 他大麻烦 你看他妈妈长的那个样子 会不欠情在的 有一个年纪大的人 在他的孩子身上啊 就是他妈妈过去喜欢过的 也不知道是人家喜欢他妈妈 也不知道他妈妈喜欢他 死掉的一个年纪大的人 你有没有认过什么干爹啊 六六六 六马呀 今年是马年 人家恭喜台长说 哎呦万马奔腾啊 台长跑都跑不动 他说我不知道哪一个 看见了哪一个 随便哪一个都让他孩子这样 听得懂了吗 干爹啊 干爹嘛闯祸了呀 干爹不舍得干女儿呀 那回来看不到他们 就看看他儿子了呀 一看就到了他儿子身上了呀 明白了吗 叫他赶紧念小房子啦 明白了吗 对他自己本身有念给这个小 给这个小孩子九十 差不多一百张 不够不够 对对他今天要问他需要 要念什么给自己 或者念多少小房子给小孩子 麻烦 他要 他现在就要捉弄他 就是让这个女的 像让他这个女孩子啊 就是让他难过 听得懂吗 因为这个喜欢他的那个男的 死掉那个男的 过去追他 你问他 他有个干爹 一直喜欢他 他不愿意理他的那个 就是那个人 你现在先不要跟他讲 他反正听不懂 明白了吗 他听得懂一点 他听得懂国语啊 不是 他是读音效的 他会听福建话 会听五十八卦的华语 你告诉他 就是那个人 一直要捉弄他 所以呢 他现在要报复在孩子身上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所以呢 叫他赶紧把那个人要 念经念走 而且叫他不要去跟孩子 经常讲话 因为这个妈咪啊 经常跟孩子讲 哎呦 你要好啊 哎呦 我孩子 我欠你的 你怎么样 你越讲 他这个孩子身上 那个灵性越开心啊 为什么 就像抱住他一样啊 这干爸活着的时候没咋抱 现在死了了 我要你天天抱住我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太神奇了 你们不知道的隐蔽世界里面 有多少东西啊 因缘 国报 丝毫不爽啊 嗯 听得懂吗 是的 你怎么发呆了 好了 叫他给他 这个孩子 先念 五百九十章 五百九十章 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 这么念 明白了吗 嗯 叫他这个妈妈要开始吃素 或者吃初一十五 不吃活的海鲜 哦 明白吗 明白 否则的话我告诉你 被这个孩子会折磨得不得了 你去看这个孩子好了 这个脸长的 就是像一个老人的脸啊 哦 看到了吗 是 所以啊 他活着的时候你不肯抱他 现在他到你儿子身上 让你天天抱着他 嗯 这就是鬼啊 所以鬼是很小气的 你欠我的我一定要你还啊 所以叫小气鬼啊 嗯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 那么他他问他自己本身要怎样念经 要念多少 他属什么 1976年属龙 哎呦 他被罚下来 他在天上 他做仙女 怪不得长得还不丑呢 哦 哈哈 他罚下来 嗯 哎呦 他在天上欠人家情啊 他 所以他到人间他欠人家很多 所以他会有很多男朋友的 嗯 我告诉你 最主要的是四个 次要的 有六个 嗯 听得懂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嗯 也要听 好啦 多念姐节奏 多念心经 再教她多念 礼佛大常委闻 好了 呃 陆台长 他还有一个女儿哦 讲话 呃 不清楚 再问了 不能再问了 没时间了 对不起 我们没时间了 好啦 不能再问了 再问了 也是的 另外一个灵性 谢谢台长 谢谢 你这样 你帮她小房子念叨一定的时候 她的女儿啊 讲话就会清楚了 台长只能救她女儿 不能救她儿子 好吧 因为她的女儿的业障比较轻 她的儿子业障比较重 靠她自己还 但是她的女儿 我可以叫 她只要好好的 每天给她女儿念 二十一遍心经 然后让女儿 不杀生 初一十五吃素 然后给她放 一万条鱼 这个女儿在半年之中 台长可以叫她讲话讲得清楚 好了 我今天在这里讲的 全部应验的 每次开法会之后 讲的都应验的 好了 下一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